周深成为人民网2023温暖讲述人 并被紫光阁转发 紫光阁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旗帜杂志社官微 并且人民网官微在12月18日早带话题 中国人团结互助的精神刻在骨子里 和温暖中国2023上传了这一年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感动的视频 并配文事实一次次证明 面对困境和挑战 每个人都可能挺身而出 每个人都是平凡英雄 和温暖讲述人周深 一起回顾这一年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感动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在困境中守望相助 在风雨中同舟共济 中国人团结互助的精神是刻在骨子里的 小学生放学路上帮老人推车上坡 外卖小哥跳下12米高桥就起落水渔子 我心里也是很耸啊 那没办法必须要挑了 铲车侠逆流而上转移被困人员 害怕了也没招了 因为我是一条面换三条的 消防员徒手拎出冒火没气惯 也许只是深夜里的一碗面 能点亮多少光我们就发多少光 或是大雨中的一把伞 微火成聚 每一份善意 每一次善举 汇聚起来就能够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事实一次次证明 面对困境和挑战 每个人都可能挺身而出 每个人都很了不起 每个人都是平凡英雄 如果遇到泥泞的路 只要我们互相搭把手 终将走上美好坦途 迎来晴空万里 温暖中国2023 周深的歌这次没有用作BGM 周深却成为温暖讲述人 用温暖的纯人生口播 讲述着那些感动和温暖的瞬间 随后自观格就转发了这个视频 紫光格的级别不便多说 不知道的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昨日下午央视频官微带话题 被这个视频暖哭了 也上传了一些关于温暖的视频 BGM使用的是周深 明天的世界更美好 温暖的歌声结合温暖的画面 网友睿评感觉冬天都没那么冷了 而在16日 人民日报官微发文说 回望2023有太多年度声音激荡人心 有温情也有共情 有感动也有治愈 总有一种声音给人力量 在生生不息中奔赴未来 并上传了一段视频 汇总了2023激荡人心的声音 视频最后的30多秒是周深的声音 是为电影志愿军雄兵初击唱的主题曲 繁花依旧 这些都说明本本分分的做好自己的本职 格局就会为你打开 大家说是吧 我一直都觉得粉丝跟我们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关系 因为我们其实给不了他们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的音乐 或是我们的才能能够给他们一些慰藉 因为因为他们真的是我们所有艺人的避难所 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避难所 就是一个人唱歌 他不要有那么多好听的指标吧 一定要多高的音 一定要多稳 或者是多让人觉得做不到什么什么叫好听 或者是厉害的舞台 那我觉得好听就是 你听完之后会让你长舒一口气 会让你脑海里面浮现很多画面 你不用去介意这个歌手是什么样的性别 或者是他什么样的风格 你就是在某个时间某个时刻 你听到了一个歌 那你觉得哇塞原来音乐这么美啊 我觉得这个才是音乐最原始的情绪波动的音 可以哭可以笑 因为我在成为歌手之前 我自己也是个歌迷 我听到好听的歌 像春马上面的歌 时间都去哪儿了 他会把你心里想说的话 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出来 我就会感觉到幸福感 我会觉得这个就是 我作为听众 我听到这样的东西 我就会非常非常幸福 所以我就想成为这样的 可以给别人幸福 或者给别人力量的一个歌手 因为在好舞台上面唱歌的感觉 真的不一样 真的吗 哇真的是疯狂的对比 我在街边唱歌 一拉宝那种就在后面当背景唱 音响还要嘖嘖嘖嘖嘖嘖 发出声音 那街边就看着行人们走走看一下 不留下来 就开始觉得 原来要留住一个人 是这么难的事情 然后再到后面去到第一个岛 你会发现原来在 在舞台上可以有这么多的走位 你要从左边走到右边 右边你再要走到中间的升降台 因为它要把你升起来 这个才叫舞台啊原来 你会发现下面的人 他们会坐着安安静静听着唱歌 而且当你把你的情绪 通过麦克风表达出去的时候 你看到下面观众的眼睛 他们是诚以识地感受到的 我觉得哇这是大舞台 对我的美丽 我觉得太幸福了当歌手 相信大家最近都感觉到了 歌手周深的状态越来越好 舞台不断 舞台live不仅稳如泰山 而且均能做到出彩 成为每个观众最有记忆的舞台 甚至很多路人都不得不夸下一口牛 周深最近参加了星光大赏 无论是获得年度最具影响力歌手 这个重磅殊荣时的获奖感言 还是演唱热血燃歌 璀璨冒险人士放松自如的舞台状态 成为当晚最佳被无数人狂赞 已是常态 而且2023全年微指数即将破译 屡创记录能打破的只有他自己 周深作为一位音乐才子 一直以低调著称 他以其深情的嗓音和高超的音乐才华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在娱乐圈这个浮躁的环境中 周深选择低调形式 专注音乐创作 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低调做事专注本业 或许是在娱乐圈中 获得长久成功的一种有效路径 相信这个舞台上最亮的一束光 会越来越亮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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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着你走到天边 望着手直到永远 沿着那岁月老笑的梦 笑会在如影的座望街 看着你走到天边 望着手直到永远 我可以最后就训练 在我的心里一起工作上 真的 我想这份 我能不能再重复这一剧 就会忍得甜 好甜